通过调取仓库附近的监控 民警发现有两名男子开车到仓库附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搬运 装了满满一车 然后离开 说明他们这次盗窃的目的性还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们就对他们之前的轨迹进行了排查 警方发现货车上的两人是胡某和谢某 他们和工地的吕某是亲戚关系 三个人有合伙谋划这起盗窃的嫌疑 吕某是在工地上做小包头的 那主要是负责现场的施工 那么材料他是不管理的 但是他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材料的存放位置 然后就和自己的亲戚胡某和谢某商量了一下 因为正好这个胡某谢某也是收废品的 然后跟他们说要不就把这个东西拉去卖给他们 就掉卖给他们 这个吕某是收了胡某的八千块钱作为好处费 查清事实后 民警很快将三人抓获 经审讯三人由于手头紧张 就想到里应外合偷盗履财 而偷走的履财还没有处理掉 还放在废品回收站里 在扣押之后 马上进行了称量比录 那么称量过程中发现 履财总共是1.7吨左右 那么按照报案人提供的 履财的平均售价应该是价值6万元左右 目前履财已全部追回 涉案三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88黄剑综合报道